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汤圆的两种做法 现在和大家分享第一种做法 水果汤圆 今天我们准备的有橘子 一个香蕉 一根苹果 一个香蕉 剃皮 切滚刀 苹果 也切成小块 鱼子 包皮 同样切成小块 切完以后备用 准备锅中烧水 烧开以后 放入汤圆 在汤圆浮起时 放入适量的白糖 白糖的量 根据你的喜好而定 喜欢吃甜点的 你就多放一点 再放入切好的水果 水果煮汤圆的水果种类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而定 正式烧开以后 加入适量水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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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开以后就可以 出锅装盘了 现在和大家分享第二种 甜酒蛋花汤圆 我们准备鸡蛋两个 甜酒一小碗 水烧开以后 放入糖盐 补起以后 加入适量的白糖 再加入准备好的甜酒 把甜酒充分的打散 加入适量的水淀粉 再加入 再加入 打好的鸡蛋 一点点 淋入 汤圆猪 再加入 紧密枸杞 再次烧开 就可以 出锅 装盘 甜酒葱蛋汤圆 就制作完成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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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甜酒 什么的 有点 看 适量 这就是